现在是过了一晚上的第二天 4月22号 现在医院给我的解释是 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逝去方舱 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就是和孩子一晚上在外面吹风 然后现在已经到中午了 告诉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你的B超 最起码的B超 或者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胸上是有肿块 我不知道中国 上海 现在是怎么了 我们的政策是怎么了 是怎么了 这个孩子身上有病 他就得不了 得不到治疗 从酒店一直踢出来 一开始说到 同人医院有儿科 后来说是转去 转去这个儿童医院 现在跨区转不了 后来又说是转到这个 另外一个同人医院 结果现在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孩子身上真的有病死了 怎么办 还有人管吗 医生有人管吗 有人管吗 你看医生就是不说话 当然我不能说怪这个医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医疗政策就是这样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是没有力量 我说这个话医生全部都走了 我们遇上我们这些病人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一天一夜 我两天两夜是没有睡觉了 居然有说四天四夜排在这里 你都看不上病的 拉去放仓了 还有没有往返 有没有往返 是人吗 是不是人还有没有人生